哈喽大家好我是NASUAY 那距离我频道里面上一次做鞋子的节目好像已经隔了一段时间 我今天上一双好像是AJC Concord 那我也是很久没有买鞋了 那这一双鞋是我19年或者说诸年农历新年买的第一双鞋 那其实除了这双鞋以外呢 我还有一些事情想要和大家分享 那为了避免一些新观众不太想听我吹水 那我就先来讲这个鞋子本身 那么这双鞋呢是一双只在中国限定发售的AMS 首先我们来看看鞋盒 既然我说它是一双中国限定的Air Max 但是从鞋盒上并没有任何特殊 就是用的最普通的Nike橙色鞋盒 然后白色的Nike logo 鞋标这里我们已经能看出来就是一双什么鞋了 就是一双Air Max 98 那么尺码的话是9号 也就是42.5码 那我也是在买这双鞋之前呢 我有问一下鞋影关于那个尺码 就是Air Max尺码的选择 他告诉我就是大部分那个Air Max的尺码 都是你按正常码数买大半码 那其实我穿那个鞋子 有的时候是买42 有的时候是买42.5的 那这双鞋其实我在昨天已经开箱打开过了 那我发现其实42.5我也只是这双鞋刚刚好一穿 其实43应该也都OK的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 就是如果脚宽了 可以考虑甚至买大一码 我觉得都是OK的 那鞋头上其他有用的信息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双鞋的产地是越南 然后他所用的材质呢 是织物和合成格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所谓牛皮的材质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打开鞋头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鞋 可能有些观众看到Air Max 98 已经猜到里面是一双什么样鞋了 那我们三二一 里面还有一个衬纸 这个衬纸也就是最普通最廉价那种衬纸了 好打开来看看鞋子 因为这双鞋其实它的热度真的不是很高 所以我不确定真的所有观众都知道这双鞋 那么首先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双鞋是有送一副黑色的鞋带的 然后本身是用了白色鞋带 这双鞋最明显的特点 大家肯定已经能在鞋面上看到了 就是它上面有布满了上海的字样 那这双鞋也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在上海马拉松开始之前 以及我之前频道里面拍过的上海Nike 001开业的时候 在那个时间推出 关于这双鞋的宣传 Nike也是说为了上海001的开幕 以及上海马拉松 就是去年年底的上海马拉松来设计推出的 那我们先来聊聊Air Max 98这个鞋型本身 那么其实Air Max 98在众多的Air Max鞋款里面 其实算是比较冷门的一款 从98年问世到现在其实复刻的次数也不是特别多 那它并不像95啊97啊这样鞋型那么热门 即使是在20周年的时候 Air Max 98这个鞋型的热度也没有非常高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Air Max 98高达配色 但是像这样一双确实是无人问津 所以这样一双上海限定Air Max 98 其实关注度真的不是特别高 但是我个人的话 在Air Max所有鞋款里面 我是非常喜欢Air Max 98的 可能我的Top 3应该是Air Max 98 Air Max 95 还有Air Max 1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Air Max 98的设计师和Air Max 95的设计师是同一个人 那么虽然说Air Max 98这个鞋型很冷 大家应该也是有知道他有和Supreme去做过一个联名款 那Supreme和Nike的联名呢 其实经常都会发掘一些比较冷门的鞋款 而且那次联名呢 是Supreme第一次和Nike Air Max这个系列的鞋款联名 所以Supreme第一次选择和Air Max的联名就选的是Air Max 98 所以我觉得Air Max 98这个鞋型呢还是很值得大家去研究去玩味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鞋本身啊 首先呢这个鞋它主色调呢 它采取了黑白灰这样非常简洁配色 所以我觉得这双鞋首先在搭配性来说是非常好搭的 就是它非常容易驾驭 它不会像比如说龙珠配色的Air Max 98 就很多人可能无法去驾驭 无法去就是说和自己日常穿着的衣服去搭配 那我觉得这双鞋呢搭配一些黑白灰的衣服 做一些很简单的穿搭呢 也是能做出非常好的效果的 那我们从下网上说 首先看这个鞋底 那Air Max 98的鞋底呢 其实跟97用的是同一款的鞋底 所以大家如果看这个鞋底的话 它这个鞋底设计和97是一模一样 然后大家看起来可能这是一整块鞋底 其实不然 我在网上查过资料 也是说Air Max 98是分离设鞋垫 然后在后面这一块 其实它是有一块小鞋垫 然后前面是一块可能比较大的鞋垫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鞋子 除了黑白灰以外呢 它所用的颜色就是红跟蓝 那其实在当时发售整个系列 就是那个上海野路子 或者说跑上海这个系列 基本上都是用的红色蓝色这个配色 好那我们看到鞋面 其实我对于98鞋面是非常着迷的 因为它左右呢 它其实采用的是一个不对称的设计 那我觉得它虽然和9597一样 同样是采取了流线型 但明显它这种不规则的流线型设计呢 让我觉得它更加有层次感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鞋面这三层啊 其实它是采用了不一样的颜色 那可以说最底下这一层呢 基本上采用的是黑色的 然后是灰色的这个上海的字样 然后呢中间这一层呢 就采用的是白色 然后再往上一层呢 它采取的是一个比较浅的黑色 或者说灰色吧 然后再往上呢又到了白色 然后到鞋舌也是白色 所以它整个有一个那个黑白灰相间的 这样一个过渡 我觉得这样让整个鞋的层次看起来非常好 并且大家可以发现 就是它上面上海的字样 在不同区域上 用的上海这个字样的印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 那这一块红蓝配色的Nike Swoosh呢 也是为整个这个黑白灰的鞋面 就带来了一点点就是跳脱的感觉吧 那么我抽筋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鞋面材质 其实它这个鞋面材质呢还是挺有趣的 包括这个鞋舌 就其实它这两个材质呢 在上手的时候我摸上去呢 我就感觉它是比较像那种防水的杜邦纸的材料 我去翻了一下这个鞋子当时发售的时候介绍 它那个介绍的时候 和那个上海马拉松的号码布材质是一样的 那我当时在想号码布是个什么东西 其实它就是那个马拉松挂胸前那个竖子的那个材质 其实那个材质我觉得就是很像那个防水杜邦纸的材质 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 那整个这个鞋面鞋舌的材质给人感觉质感呢 就是像那种防水杜邦纸的材料 这种材料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如果你凑近看的话 是能看到它这上面有很多细微的这种纹路 它就是有点像褶皱的感觉 那我觉得这个材质搭配上98本身一个非常复古的鞋型来说 我觉得是很配的 另外呢在MS98这个鞋头这一块这个耐心素这底下这一块呢 应该就是合成格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合成格呢 其实也是有做这种褶皱的纹路 包括它的这个鞋舌 它这个鞋舌呢也是用了同样的合成格的材料 并且上面有一个MS4CIO Logo 那讲完这双鞋的鞋面材质呢 其实这双鞋另外一个很酷的地方就是 它在鞋面上很多地方采取了那个3M反光 3M反光其实一直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元素了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沿着这个鞋面这个流线型这一条 其实都是采用3M反光材质 然后在它鞋带环这里 这几个鞋带环 它也是采用的3M反光材质 在鞋尾这个提拉环也是采用的3M反光材质 就是这个中间银色这一条 所以呢这双鞋呢 我觉得在夜晚的穿着效果会非常非常好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它这双鞋的鞋垫 鞋垫呢 其实是采用了一个比较普通的Nike Air的鞋垫了 然后它是以蓝色为主色点缀上红色Nike Air的logo 好那我们聊完这个鞋子本身 我们也是来聊一聊它的价格 那么它价格呢 其实在它最开始发售的时候呢 我觉得是1299这样一个价格 那么也在前段时间官网好像出过一个打折活动 那这双鞋呢也是进了打折款 如果买两双的话 大概平均一双能以600块钱左右的价格入手 当然我是没有以那个价格入手到了 因为好像这个价格出来之后 很快就被贩子全部扫掉了 然后我这双鞋大家也看到这个黄色的吊包扣 大家也知道这个是Nike上面收来的 所以这双鞋我入手的价格大概在800出头 就是算上邮费大概在800出头的样子 现在好像也大概是这个价格 那么虽然我没有以600多这样一个最低的价格去入手 但是我觉得这双鞋就是我给到800出头的价格 我觉得也还是非常值得 毕竟它原价发售价在1300左右嘛 而且呢这双鞋对于我来说也有一些特别的意义 对于我还是非常开心的我今年第一双鞋选择这双MX98 并且大家如果去读或者Nike上查一查 就是所有MX98的配色里面 好像目前这双的配色是倒数第二便宜 还是最便宜的一双配色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双只在中国现金发售 毕竟它设计也好颜色也好 我觉得都是非常百搭的一双鞋 会轮落到这样一个下场 但总之我是不介意一双鞋倒不倒闭的 一双鞋倒闭对于我这种想买它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开心 就包括我之前买到这双Undercover和Converse的联名 最后也倒闭了 但是我说真的就是买鞋你管它倒不倒闭干嘛 对吧就是很多时候我真的很怕一双我喜欢的鞋子起飞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一个就是我的想法就是 你去买什么鞋之前你要搞清楚就是 你不是因为别人说这个鞋子好看 你去买这双鞋 你也不是因为哪个明星上脚的那双鞋 你去买那双鞋 或者是说那双鞋被炒得很高 然后穿出去一双特别贵特别屌的鞋 然后别人就哇你好有钱啊哇 就是觉得你特别屌 我告诉你不会的 我觉得真正喜欢球鞋 他最应该关注的绝对不是一双球鞋的炒卖价 因为我一直觉得一双鞋的价值是不能通过它的价格来衡量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频道里面之前讲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就是倒闭鞋款 就是大家所谓的倒闭鞋款 那我觉得一方面可能看视频的大家并不是谁的家里都有放好吧 就是并不是谁家里都买得起什么的10啊 或者是买得起那些天价的吵架鞋 就包括我今年也有一双很想要的鞋就是那个MS197 但是毕竟那个价格我觉得我还是不会去掏那样一个吵架 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它一价值真的太高了 整个鞋是有特别特别特别多的好鞋 就是好鞋真的是你买不光的 甚至是说很多好鞋 就是我认为的好鞋或者它好看也好 或者它有意义也好 它甚至最终倒闭了 那既然有那么多很好的选择 那为什么一定要去掏钱去买那些价格非常高的吵架款呢 除非你非常有经济实力 不然我觉得是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我也是趁着买了这双鞋 差不多是以它原价6折这样一个价格入手 我也是通过买这样一双鞋想跟大家讲 就是这样一个 也不能说道理吧 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吧 好那么大家也是听我聊了这么多 既然大家看到我之前也是说 这双鞋对于我来说会是一双挺有意义的鞋 所以大家应该也猜到我之后很快就要去上海了 说不定就是大家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 我已经在上海了 至于我为什么要去上海 然后去上海做一些什么事情 以及为什么我会离开杭州 然后我这半年就是做B站UP主也好 或者说做自有职业也好 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呢 我可能之后会单独在做一期视频来跟大家分享 那在这期视频的最后呢 也是来给大家带来上脚环节 给大家看看这双鞋上脚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效果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记得一定要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个帮我点赞投币分享 就是各种一条鞋各种转发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by bwd6